时间回到昨天晚上 裴洛西和我民众议院议员 在昨晚10点44分正式抵达了台湾 由我国外交部长吴钊燮 跟AIT处长孙小雅前往街机 而裴洛西夏季的时候神采异役 穿着一身粉色西式套装 戴着珍珠项链 访团一行人还对着镜头挥手 向台湾民众打招呼 随后访团就在警车前后的护送之下 下榻军越酒店 现场也聚集了许多民众 迎接车队见证历史性的一刻 波音C40C运输专机缓缓在跑道上滑行 上头载的正是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率领的放团 二号晚间终于抵台 穿着一身粉色西装外套 戴着招牌珍珠项链 重量级贵宾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踏上台湾土地和五名众议院议员 先跟镜头挥挥手 跟台湾民众打招呼 亚洲型第三站来到台湾 历史性一刻 外交部长吴钊燮 AIT处长孙小雅都在旁陪同 汉访团一路上有收有效 搭了近七小时飞机 佩洛西看来还是精神异议 这次佩洛西议长他首度访问亚洲 就将台湾纳入行程 也充分展现出美国国会对台湾的高度重视 也再次彰显美国对台湾 坚弱磐石的坚定支持 时隔25年再由美国众议院议长来台 外交部表达诚挚欢迎 不过事前行程保密到家 航线也是相当神秘 降落后和塔台对话也曝光 专机平安抵达松机 后续为安更是不马虎 北市警方启动红兵专案 前岛和电后警车 护卫陪洛西车队 从机场一路到沙踏的军越酒店 大门早被热情民众给激报 场面仿佛追星般热闹 陪洛西这趟旋风访台行 从政府的民间 我国保持高度关注 这是杨越达台北报道 美国众议院议长 陪洛西率团来台访问 上午拜会了总统蔡英文 而总讨演班受了特种 大寿清云勋章给陪洛西 感谢他对台湾长久以来的坚定支持 还有提升台美交流的贡献 陪洛西则说台湾是任性之道 台湾人民向外界证明了 尽管面临这么多严峻的挑战 只要有勇气 有决心 一定能打造和平繁荣的未来 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向外界 彰显美台之间的团结 热情的打招呼 欢迎这位远道而来的朋友 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 陪洛西来台访问 总统蔡英文府内接见 颁受特种大寿清云勋章 总统表彰陪洛西是杰出政治家 并感谢他对台湾长久以来 坚定支持 以及对提升台美交流的贡献 希望台湾和美国 继续相互扶持 做彼此坚持的伙伴 一起让民主的光芒 更加的闪耀 我们一起努力 对于台美的坚弱磐石 不仅在经济的议题 在区域和平稳定上 台湾也扮演关键的角色 面对持续且刻意升高的军事威胁 台湾不会退缩 会坚定维护国家主权 坚守民主的防线 同时也希望和全世界民主国家 团结合作 共同维护民主的价值 台湾会尽最大努力 来强化本身自我防卫的力量 并致力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 让台湾可以成为区域安全的 一个关键稳定的力量 佩洛西是继1997年 精锐气候25年来 所谓在任内访台的众议院议长 台美关系的文件 美方用行动表达站在同一阵线 台湾是一个国家的国家 实际上台湾有证据 世界的国家 希望、勇敢和判断 一番话才到中国痛点 台湾虽然不列在官方行程当中 但佩洛西旋风造访台湾 以上国际宣誓 力挺台湾到底 记者消费国财台北报道 而佩洛西上午也到了 立法院拜会 由于立法院长尤锡坤 确诊还没有解隔离 由副院长蔡启昌接待 那么佩洛西在谈谎中 说明了出访的三大目的 包括了安全、经济、治理 在立法院的闭门会谈 大约一个小时 她也表示期待此行 有更多的交流 台美持续合作 包括气候变迁、人权议题 而佩洛西也称赞 台湾出色的防疫成就 不过在场外 统促党、新党 跟其他团体上午也在立法院外 立法院周边戒备非常森严 北市警局出动了大批警力 要维护外兵安全 美光灯闪不停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上午第二个行程 摆回立法院 一下车副院长蔡奇昌代表现花 但不巧院长游锡坤确诊 还在隔离 原先相当期待 可以跟佩洛西交流 我们有三个目的目的 第一是保障 保障的保障 保障的保障 第二是经济 保障的保障 第三是保障 佩洛西議长是台湾的自由 台湾也是美国可靠 可信赖的盟友 台湾绝对会坚定立场 和美国以及全球民主同盟伙伴 一起挺身 坚决捍卫民主自由人权 蔡奇昌代表令员自辞 而佩洛西快闪访台湾 这也是他来台后首度对外发言 更是强调自己对于民主自由的立场 与会的还有立法院的四个党团 总招包含柯建民责民宗 邱成远和邱显智 随后佩洛西访团和我方 在立法院进行约一小时的闭门会谈 与会相关人都说气氛很不错 会谈一片和谐 不过场外同处党新党和其他团体 上午现身立法院表达抗议 场内场外两样情 而佩洛西这一趟还有隐藏行程吗 外媒《华盛顿邮报》报导 佩洛西不只会跟台积电董事长 刘德英视讯会谈 两个人也将面对面讨论 美国最近通过的晶片法案 这项法案将为美国国内的晶片厂商 提供520亿美元的联邦补助 同时正在亚历桑那州设厂的台积电 也考虑扩大生产 不过台积电对此没有回应 美国晶片法案28号正式通过 法案重要推手外交委员会主席米克斯 这回也跟着美国众议院议长 佩洛西一同访台 佩洛西将率访团与全球半导体龙头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会谈 传出双方不只将进行视讯会议 还有这隐藏行程 华盛顿邮报报导 佩洛西将密会刘德英 但台积电表示对此没有回应 而双方是否面对面谈也无法得知 但两人谈话也显示 美国夺回晶片龙头决心 美国晶片法案将提供在 美国设厂的晶片业者 520亿美元的联邦补助 同时台积电正在亚利桑纳州 行建晶圆厂并考虑扩大设厂 但佩洛西来台台还占于密布 刘德英就预言要是台积电被拿下 世界秩序将崩坏 这就是这么精确的製造工具 它依然在世界上的关系 所以如果您拥有力量 它就无法使用 它就无法使用 晶片牵动全球经济国安 佩洛西与台积电动作会谈 彰显美方的高度重视 谢谢旅行们 无相思练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